学生们拿着大大小小的讲座讲状 与指导老师陈秀凤开心合影 世新大学今年再度横扫全球华文永续报导奖 曾旭白先生新闻奖 以及全国校园短片甄选奖等各大传播奖项 在学用合一的理念下 大三学生历经小世界实习课程 并且在指导老师陈秀凤严格训练下 将所学应用在实地采访 以学生视角呈现新闻观点受到评审肯定 我们得奖的作品是黄金山馆长那一则 就是获得许多 我们参加很多比赛 但是很多都获得蛮多肯定 对 然后自己觉得可能是 就是他的故事是非常感人的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学生 对 然后所以可能自己像我在台北长大 就会明显地感受到 可能嘉一那边一个比较弱势 就是自己会感觉出来那个落差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对于那种非常困难的环境 是有更格外深刻的体验 虽然这个过程很顺利 但是可能对于一整个故事的架构 毕竟我们还是学生 可能还是不太清楚要到底呈现 会如何让这个故事动人 然后可能老师就会给我们许多建议 比如说要从取景开始 或者是一个叙事的架构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了解 记者要如何从观众的角度 然后更好地呈现一个报道 我们作品是在介绍 就是在将 因为在我们的养科产业中 会有许多的废弃物 比如说像是科可以及科省 那我们这边就是由一个台湾的公司 然后配合一些当地的政府 然后做一些环保的事情 就是可以将科可以及科省 这些废弃物去做利用 开始我们可能对于做影音新闻 或者是做新闻的概念都没有什么 比如说怎样的镜头才是新闻需要的 然后怎样的写稿方式 安排什么运进之类的 那在这一路路过程中 因为我们会做小世界新闻嘛 总共有四期作品 然后我们在前两期作品中 就直接被电报 然后就慢慢地去想 怎样拍摄才对 然后后来就知道老师的 老师的严厉指责 其实都对我们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帮养分 因为你才会比较知道 真正的传统该怎么做 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地去反省去思考 才可以做出今天我们的 居然很满意的作品 会讲就是当然当下是非常开心 而且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都会给自己抱有 就是那种 我们今天是来参加别人的颁奖典礼 这种感觉 然后当下对象说 我就真的是开心到直接跪地 然后大叫 我们会要求学生抱现 然后老师经过审核之后 当然他们在中间碰到 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问老师 那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初体验 因为有时候给他们很震撼的教育 过去在学校的保护之下 可能不知道外面环境 怎么样跟受访者做沟通 那我们就整个过程 让他们一个学期 有四次的学习机会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机会之后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设备 叫全媒体大楼 三楼的摄影棚 就是专门给新闻系学生用的 我们让他学习在业界 从打稿子 主播稿怎么写 然后怎么去串带 怎么样上字幕 这整个过程都跟业界一模一样 那经过一个学期 四起的磨练之后 其实从刚开始 可能不太懂什么叫影音叙事 到后来可以完成 一则完整的影音新闻报道 甚至是专题 然后上台去领奖 这件事情 这整个过程 其实我们训练是非常非常的 扎实完整而严格 应该说很严格 得奖的是守护三神的馈赠 做出自然共处之道 我们恭喜世新大学 在全球华文永续报导奖中 世新大学更是勇夺五大奖项 荣登得奖数最多的学校 学生不会艰辛深入各地采访 让观众看见不同面向的台湾 在山上也没有交通工具 所以我们就可能一天 徒步走了两万多步 然后去拍摄每个场景 然后去抓一些 就是比较特写的部分 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当时我们两个花了还蛮久的时间 爬下去那个河谷底下去拍 因为那个景色 对 永续报导奖是一个还蛮大的奖 所以当时入围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然后自己得奖之后就觉得 其实还蛮惊喜的也很惊讶 然后很感谢这些评审可以 就是喜欢我们的镜头 然后喜欢我们说的故事 这样 得了这个奖之后也给 就是给我更大的动力去 往这方面去努力 然后也有更大的热忱去 撰写更多更优秀的更有意义的报道 获奖的肯定除了为学校与师生们 带来荣誉 也成为一股动力 坚定传播学子们的信心与使命感 我的学生呢 坦白说刚开始呢 也许觉得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要念新闻系 一定会有 他会有迷惑 因为外面对新闻记者的污名化太多了 他们会很困惑 到底念对还是念不对 所以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我第一个先鼓励他们 这个职业是有价值的 新闻记者是好玩的 他是有社会贡献的 第二个就是激发起他的热情 然后告诉他你可以的 你可以得奖的 不要妄自菲薄 老师可以把你从不会交到你上台领奖 你要相信你自己 刚开始他会怀疑 可是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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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第三期第四期 他渐渐觉得 老师你说的好像没有错 我要去拼一个奖 当然得奖不是最后的一个 不是目的 但它是一个手段 透过这个得奖 你会鼓励他说 其实你是可以跟一方商业媒体 是我们学生组 你可以跟他商业媒体 你可以跟他同台竞技的 那一届一届 第一届可能还有所怀疑 当第一届学长姐 开始慢慢得奖 第二届就觉得 学长姐可以 我也可以 所以就一届一届这样带下来 就成绩就越来越的封锁 身为传播教育界的龙头 世新大学以数位传播贯穿各学们 数据智能结合各专业的办学理念 不仅培育全方位跨领域人才 也为台湾传播界撒下优秀种子 我世新我驾傲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